哈囉 各位好 我是企鵝 那麼今天是來跟大家一起看 這次10月24號的怪物彈珠升放送情報 那今天最重要的情報就是 五等份的新娘劇場版跟怪物彈珠合作了 那這次的合作活動是在10月26號中午12點開跑 那時候就可以抽這個轉蛋池了 那這次的轉蛋模式是超獸混合作 也就是類似之前的激獸混伏連 你在抽這個五等份新娘合作的時候呢 你同時也能撈到本家超獸的一些牆角像 正宗 奈特梅亞 久遠 這類的角色 所以對於一些回坑啊 或者說你新手啊 其實這次的CP值是蠻高的哦 因為你在抽這個五等份新娘 你可以順便撈 超獸一些本家的牆角 那如果你是玩得比較久的玩家 你可能持有率比較高 那五等份新娘啦 你就可以抽自己這個狙擊的目標啦 那抽完你可能就可以開始蹲這個 2025年的1月1號的新春超神技了 只是因為他是超獸混合作 所以他不會像其他合作有這種單獨加倍 會比較硬一點啦 必須說這次比較硬一點 而且這次米西非常破天荒的哦 這個彈珠已經十一終點嘛 他是第一次出了一個 全部都是六星排出的一個合作 你就知道米西這個求生意志 誰都不敢得罪 我真的覺得米西蠻聰明的 所以變成這次玩家也有六隻五星要抽 其實還蠻硬的哦 好 那我們就一個個來介紹吧 首先第一位呢是我們的大姐 鍾也一花 光屬性 獸神話 來看能力 貫通巨能 亞人 砲擊型 運技師引導 這邊拿到了四反哦 超反重 少了一隻L 反魔法 跟超完檢 那目前全對應的關卡是我們的禁忌深淵 那由他 那要他已經非常久沒去補角了哦 上次已經是光刀了 然後再來是逆鱗 就是反射環那邊的逆鱗 其實兩邊逆鱗都可以打 只是逆鱗說實話我覺得 他的展示力還是沒有像光刀那麼強 但這次中野一花呢 就去補足了 那他這次有拿到六眼殺手L 所以主要是有一部分有些傷害啦 是可以靠友情去打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友情技是 觸碰關中彈跟超強貫通落點 鎖定重擊波5 因為那關有反擊模式 所以觸碰關中彈你控得好的話 其實吃到六眼殺手L加砲擊型 其實那個傷害還蠻好看的 因為之前啦 米西在聚集光彈其實是有做改版的 所以光刀友情有點變相被Nurph掉 他那個 跑出的動畫速度其實是加快很多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 像剛開神怨的時候那麼好容易輕怪 那一花就可以解決掉這個問題啊 慢慢射的 那若元殺手L其實也不差了 其實也算是蠻好的一個殺手啦 雖然他不是平衡 但其實若元殺手2.5倍 在內關於其實非常多落點 其實也算是蠻夠力的 那超級雷射就去吸雷射 再來部分也是SS8加8 自強化加碰觸牆壁時 偶爾自己的蘇提升 也就是我們約爾α的SS 類似 稀少加速 因為馬翔也像Aqua的SS 就是碰到牆壁他有時候會加速 那其實這個加速還蠻強的 而且這種東西都給8回合 算是相當破格的一個 呃 自強化的效果 那不過他這次就沒有像約爾一樣 拿到那種破格的一拳 他是觸碰同伴時HP回復 那經濟光彈的話我個人覺得 也算是補足了一下 就稍微去補強這個 新的試鎮啦 那至於會不會超過光刀 我覺得 可能不會差太多 甚至說可能5-5開的感覺 欸 如果你的翼花啊 有收砍的話可以四肢上吧 但是如果你沒有 收砍的文章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配一支這個 如意棒去解一場 不然你翼花如果被 收砍的話 其實你那個友情噴不出來 其實會差蠻多的啦 所以這邊來說 因為光神院的整個機制在 所以翼花我覺得他也沒有到完全破壞 但是就是稍微去補足的試鎮 然後增加一點用友情打的這個輸出的機會 這是我的想法 就算是 補一個光神的試鎮吧 這種感覺 中規中矩 好 再來的話是第二位 中野惡奶 我們來看一下 惡奶部分呢 是貫通巨能 亞人平衡心 運氣是引導 這邊也是四反 然後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陷阱組 主要是對應到我們的光靈絕佛殺 而且他也拿到護照 通常這種合作拿到護照都蠻兇殘的 哈哈 然後超影雷聲 也有超影雷聲 好 那超反移轉 反檢 超掃雷者 反魔法陣 嗯 基本上先以掃雷檢為主吧 嘿 好 然後再來是友情技師 彈跳充能跟有術提升 哇 蠻強的 這個算是給的蠻好的 彈跳充能算是一個相當 破格的一個友情技能啊 因為他可以 直接衝另外三個人的隊友 只要他們在範圍內的話 那有術提升在 佛殺的話也是個蠻棒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SS SS部分是20加4 自強化 哦沒有 自己的速度提升 沒有自強化 自己的速度提升 加碰觸過弱點敵人倍率 一定期間內提升 加上一定期間內 碰觸過同伴的力量啊 防禦力啊 都提升 接進入起炮狀態 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完完全全來針對佛殺 其實像我們之前 像我上天拍那個三圖影片嘛 今天有些人說沒有阿比阿法怎麼辦 那這次其實米歇有去補一個新的四刃給你 那阿比給我的感覺啊 他可能是衝的好話 其實因為那個直接複勢 會來的比較兇慘 因為阿比本身還有這個幻龍風 一野樓 所以他在打巴哈姆特啊 青獅子啊 其實是蠻強的 是做的蠻好的 但是終點二奶的部分 他主要就是做一個 BUFF類 BUFF類加衝能 他的速度我猜他可能會比 應該說極限速度應該會比阿比 可能在賣 但是他的穩定度會提高蠻多 尤其他本身還有護招還有超主艇 加上他的SS 又是一個相當Pog的一個 這個輔助大禮包 所以我自己覺得他算是 蠻強的 如果你要打佛殺我覺得是要抽的 基本上你離開佛殺啦 他那個四反加彈道充人家有出提升 我覺得他的就業命也是很廣 他是一個蠻強的一個輔助角 我覺得這次是不管是誰啊 尤其打高男人 我建議你抽一下二奶 歐乃算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角色 蠻推的 我自己蠻喜歡的 這是我對他目前的初步想法啦 那他的這個弱點倍率一定其實也提升啊 其實也可以幫助到這個三圖啊 因為你就想 三圖其實那時候在王二有些如果控的好 其實他是可以做到一拳 那他再把這個弱點倍率1.5弄下去的話 其實這個三圖更容易去做到一個 一傷甚至一拳的效果 相當強力的一個角色啊 這個中野二奶 好再來的話是松野三圈後 我們來看一下能力 能力部分如下 貫通技能 雅人 平衡型 運技能是引導 被動部門我們這邊來看 這邊有拿到了四反 超反重 反傷 超爽一整 跟反一轉 那其中 重傷雷的話呢 可以對應到我們的花園3 同時拿到了風魔夜樓 那風魔夜樓呢 在花園3是個相當強烈的東西 像羅叉 殭屍 包含王的阿比 他們都能吃到風魔夜樓 所以他是39打這關 直接4.5倍的一個職歐傷害 相當破格 那超少的一整天 去打這個殭屍 其實也是蠻強的 那移轉變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給他一個未來性 那現在這個未來性 其實他也是可以去對應到我們的 二代火梨 因為水塵量其實可以用 那397某位來說 也是有機會去做使用的 我個人覺得是有機會 但是他少了水塵量一個破盾 所以二代火梨待測 但是花園3呢 可以跟你說 崩壞了 欸 完完全全的崩壞了 好 我們再來去看其他東西 靈魂多缺L跟SA回合縮減 好 為什麼說崩壞呢 我們來看一下 SS SS部分16加8 一定期間內的自己 受盪力量防禦提升 3個提升 加上KR去加 反擊加火殺 OK 反擊跟火殺都是很破格的殺手 一個屬殺就很誇張啦 必須講 並進入加速狀態 好喔 加上增加碰觸過的敵人攻擊回合 加延遲 OK 這角色發生什麼事情 這SS用腳填是不是 他居然還給S回合縮減 來去縮這SS 這有點誇張 變成說什麼 你開下去 你有個跨核的鼠殺 反擊殺 加跨核的自強化 還有一個先狀態 呵呵呵 然後這延遲 欸 這沒問題吧 米奇 好 這個SS就相當強力啦 然後有形技是 增量球體跟反射出臂炸彈 基本上啊 這角色做壞了 基本上 要抽 欸 要抽 欸 這個不管誰抽 我覺得都是不虧的東西 尤其你要打花園三的話 這個一定要成好 因為你變成說 你打花園三 你SK下去啊 你有個風魔藥流3倍嘛 那我們這邊 保守一點 我們不要算反擊 我們算鼠殺就好 這樣4.5倍 我再加平衡型 哇操我這樣6點 6點C5啊 還有快活之強化 還有超少雷者 欸 你就想這個 打下去 基本上接近10倍 甚至吃少雷者 擴個10倍 是沒啥問題的喔 所以到時候這個花園三 應該會完全崩壞啦 你現在花園三變成說 可能會配一個加速吧 可能配蘑菇蘑菇 然後抓 如果你可能想帶龍進去buff的話 就一個蘑菇蘑菇一個龍 然後兩個397 其實這樣應該是相對來說 也OK的 不然是你如果 貴一點 石油一點 你也可以可能4個39直接下去打 欸 他的拳頭啊 基本上就是跟那個 類似諾瑟達姆斯的概念很像啦 都是超大的拳頭 但是 39的部分是因為他還多一個反殺臂 所以他不怕被燙死 所以在守護手的部分 可以是比較自由一點的 欸 這個39完全就是做壞的一個角色 真的是蠻推薦大家都要抽啦 這是我對他的想法 友情技的部分就還好一點 主要是反射出兵大家可以去右爆 那增量球體的話 這個友情放在轉彈角 我覺得是還好的啊 必須講 但這個角色真的很強 好 下一位呢是來到我們的中野四葉 我也喜歡四葉 好 我們來看能力 反射巨能 雅人速度型 運氣是只有暴擊 看一下他現在拿什麼 然後 傷減板雷 四反 那傷減 雷的話是有對應到我們的暴決一X 聶德基西也算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一X 那 增幅的話是拿到長效力量跟風魔 然後還有一個反板塊 基本上現況就是聶德基西 但是聶德基西因為現在奈特比亞太強了 那 四葉的話可能主要就是去做一個 補足角色位的一個效果啦 不過 但是速度型拿到一個長效力量跟風魔也算是OK 但相對於剛剛看到的三九或是二奶 他的四葉的話其實就稍微還好一點了 那 敵看電的機器的話 基本上這個也是要去蹲場啦 我自己的感想是這樣 那主要就是去補一個反射位給大家 SF的部分是18加8 自強化加 碰觸過點 延遲加 觸碰過頭 慢SF回合 縮減一定回合 好 我剛好去特別看一下他的適用 他的適用 他這個SF回合縮減 一階是二二階是四 可惜沒有像紫月拿到這個四或八啦 因為拿到如果拿到是八的話 其實他對於整個 就可以玩這個SF勇動機 無限延遲的概念 不過他可能因為 拿了延遲啊 所以他就沒有做到無限延遲這個效果 對 所以就稍微還好一點啦 那友情計劃是高階相連刀盤跟鎮允氣泡 刀盤也有 刀盤還好 鎮允氣泡的槍 是都像的 輔助像的 這邊來說 四葉我覺得機體部分是還好的 但如果你是一些可能回坑或新手 或是你想開始挑戰鎮德機器 又沒有帶特美亞的話 這個四葉確實是可以幫助到你的鎮德機器去打 那離開鎮德機器 真的是要去蹲未來後續而長啦 這是我對四葉的看法 四葉的話是相對來說就還好一點的一個姊妹 好最後一位就來到我們的舞女啊 這個中野五月 五月超可愛超喜歡 好我們來看五月吧 五月的話是貫通技能 雅人平衡心運氣是只有暴擊 被動如下一樣是四反 這邊傷雷魔可以對應到我們的花園 就天魔四天三啦 天魔四天三 再來的話 超反傳送 傷害幣跟少一者 可以對應到我們的境界18B 也就是我們的涅槃極境 就是兩個高難 不過都是比較舊的一個高難 出了好一陣子 好 其他是給到回血 好然後出幣征服欸 這邊來說 五月的話就是一個蠻正常的一個收入角 就沒有落也沒有搶 就是蠻正常發揮的給我的感覺 好那我們來看四天三 那四天三的話呢 這次拿到一個超強全力貫通鎖定衝擊波三 並且再補一個友情領域 變成說話你帶到複數隻 或者是一隻吃到加攻 其實對於新這個軟軟應該算是蠻夠用的四天三 誒就是那個友情火力會蠻高的 那如果這個友情打在落臉上呢 對於EC失心傷害應該是蠻好看的 然後在涅槃極境的話呢 我覺得他可以稍微去取代一下這個獨女的位置 但獨女的顏值還是蠻好用的 但是五月主要是贏在說話這個 因為其實像之前的獨女是要吃初級殺 才能靠友情把這個軟軟或硬硬殺掉 那五月的話呢 因為他有友情靈魂 所以他可以直接去清掉 這個算是比較方便的啦 這是五月的一個效果 他踩在板然後直接把這個衝擊波 那現在為什麼說色帶圓圓一茫茫茫 就可以對於整個在周 have absolute 晉級 18B喜歡是一個蠻快的一個 效果 那四天三的話呢 基本上 因為現在的四天三哪 角色其實都飽和了 那五月就是這個 眾多牆角裡面的其中一個 也其中一個 因為彈珠這個遊戲啊 就是角色只要越舊 其實那個角色補強 會越補越強 那五月這次其實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跟萬次狼還有陸比其實是差不多一樣 但他們也應該差不多差不多的那種Label的感覺啦 所以就是變成說你現在如果有試煉三飽和的角色 其實五月看起來就會稍微還好一點 那S的部分是12加12 他是一個自強化 然後碰觸過牆壁一定今天設置治癒壁 加一個二次衝擊 二次衝向附近的敵人 就是禁忌光雪爪烏丸的一個SS 不過他這邊多補了一個治癒壁給我們 那治癒壁呢在試煉三其實也是蠻好的 因為你變成說你可以不用靠軟軟的臉色 就可以去穩定補到血 那這個停止衝向附近的敵人就看自強化倍率怎麼給 這邊來說五月的話 基本上就是因為場比較舊 所以他的評價就會稍微還好一點 但是如果對於一些 你可能剛回坑剛入坑的 其實這個五月啊 對於你的試煉三啊 28B啊都會有一個蠻不錯的表現 這是我對五月的想法 那這隻的話我覺得真的就是長舊的狀況而已啦 那集體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以上是這次五胞胎的初步想法啦 那這邊來說 因為這次是開到十月五號 所以可以吃到十月的羈絆券 所以這份算是開的蠻久 那裡面的話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以強度檔的考量卡三九 還有二奶我覺得算是一個相當優秀的角色 你們可以第一個以出 初步目標就是拘到他們兩個 你就可以稍微去做個收手 然後再來是一花 一花如果你光深暗深淵啊 那他如果沒有角其實補到也是有幫助的 再來的四夜跟五月稍微 因為他們的場是比較舊一點 或者說他們的場在該場窄之力其實就是 競爭對手多吧 或者說窄之力沒有到那麼強 所以他們兩個優先度是稍微還好的 基本上就以三九跟二奶為主 那這個吃藥目標就一花 那再來後順位就可能四夜五月啊 這是一個比較暴力初步的一個分析 那基本上你喜歡哪個角色就祝你們都歐洲啦 因為這次後面還有個活動還蠻重要的 好那以上是五胞胎的這個初步想法 那後續會再慢慢拍試用跟大家去做個分享 好再來的話是因為這次破天荒出了五隻六星啊 所以呢 欸沒錯可獲得一體免費轉蛋 欸這個就是參考我們之前的五天使啊五道啊 他直接送你一隻 但這個東西喔是隨機的 並不是你自選喔 所以你是哪一派的話 假如說你抽到你自己喜歡那一派 哇那你就知道你是這個真愛 他對你是真愛 哈哈這種感覺 欸我最喜歡四夜跟五月真的蠻喜歡的 好啦那這次每人僅限儀式就可以免費 從你只要在10月26號到11月5號 正安期限登錄 你就既然要登錄喔 你登錄就可以直接拿到免費一體 隨機的 隨機的 那就祝你們都能抽到自己的老婆啦 欸祝你們歐洲 好然後再來是合作活動冒險登場 這個是我們的刷幣關 那這次主要是走一個這個 反正他就把硬幣換皮嘛 這個叫封太郎硬幣 就是刷幣啊 然後這個是以前這個大箱子變成參考書 參考書就會出現複數的這個封太郎幣 那多人遊玩的話這個參考書的出現率是比較高的 應該說獲得數量越高啦 不是說這個造育率 是獲得數量越高 就是獲得硬幣的數量 好然後這次送的角色就是封太郎跟他妹 好然後這是封太郎硬幣可以換的道具 基本上呢 戰型書啊 轉移棒啊 英雄書啊 記得換 然後鈴鐺啊 真真秉筆記得換 然後再來這些合作的東西 什麼稱號啊 語音啊 你就稍微喜歡的話就換一下 好然後這次呢這個貼圖吧 哇以前那時候還在擔心這個會不會要10連才能抽 就才能用10連換一個貼圖吧 但沒有關係 欸這次五個姊妹五胞胎 你只要乖乖登錄六天 你就可以把他們的貼圖全部拿到 這個米西算是蠻會的 完全不得罪任何黨派 好 OK 好然後再來這次台版的活動 你在台版的怪物彈珠FBR 這邊有抽這個怪物彈珠Gash一千五百點 那你就去那個他們的找那個貼文 然後去達成他們要做的事情 你就有機會抽到這個一千百點 那就注意你們有抽的都有機會抽到啦 然後按讚留言一樣會有這個道具的部分齁 好再來的話是本家的部分喔 那明天就是我們的八蛋轟配迪歐登場 那八蛋轟配迪歐其實蠻強的 那這次的陷阱其實看下來 是做這個地獄光天還有炎炎消防隊這個光亞瑟 亞瑟之光啊 在這麼多亞瑟裡面終於有一個可以接高難的 這個算是蠻期待齁 那明天晚上想挑戰的這個玩家呢 就可以去打啦 好再來的話是怪物彈珠日12月 不講10月30號齁 因為這周是10月14 下禮拜是10月30 所以米西這邊先講 好然後再來是 離絕這麼快 那個離絕不是10月初才開嗎 這個二代光禮 碧里米斯科 好那不過這次不知道做誰啊說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碧里米斯科的這個能力 反射俱能換腰超平衡型 超版傷反魔反反反反檢 喔其實給的蠻好的喔 真的給的蠻好 不過第一時間想不太到可以去哪裡 然後SS回合充能跟異常狀態回復 算是給的蠻好 然後攝影技能是碰觸到同伴回復HP 喔回復HP加異常狀態回復 其實走的算是蠻輔助向的 然後甚至還給他充能 支援技能 支援技能蠻破格 他是一個魔法陣效果解除吧 這個直接裝在支援技能 其實這個蠻好用 因為有時候在一些關卡 這個變小技真的是蠻搞的 那你這個進場直接把他解掉 其實是一個相當強力的一個技能 因為像如果這個出在目屬性 如果給到奈特扁亞 哇那個其實蠻爽的喔必須講 好那SS部分16加8 這是一個新的SS 一樣就是一個複合式的小號令 就是把小號令再去包裝一下 這次是加了這個起泡狀態 哇最近好像搞很多複合式小號令 像光天那個輔助大禮包 那這隻二代光禮就是弄這個起泡狀態 友情機部分是還不錯的 就是導演戰士吧 基本上就是現在的標配啊 超絕的光動戰士吧 未來明天應該真的有機會出爆局了 感覺蠻快的 然後超強反射交叉雷射 這次來說是蠻強的 那到時候就看這一次的這個二代光禮會多難吧 也不知道這次是誰會接球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新創期啊 希望 不然就是希望我們這個王岐一有機會 拜託 看這兩隻是誰可以接到球 或者說根本不是這兩隻 好啦 題外話 好 那11月1號下禮拜五登場 那想挑戰的玩家呢 下禮拜五見啦 好再來的話是本週收成化改楊潔 我們來看能力 能力部分如下 貫通神 超平衡行軍機是護盾 被動的話這邊給到三個 傷反檢 然後超少了一個超 然後長焦速度 雅德姆4L 雅德姆4L 然後後加一友情記者5 基本上就是把他獸神化型態的這個機體啊 再去做一個強化啦 欸就是上修的感覺 那神的話他的條件值也不難撞 欸這次部分是12加8胡亂毆打 其實在他 獸神化時代的時候啊 其實就有拿他去打4.2 再配謬斯啊 那其實獸神化改一樣能抓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胡亂毆打 你就想吃超平又吃雅德姆4L 你只要貼上去 就是機制觸發到貼上伊達陣龍 其實一條是可以帶走的 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他本身沒有魔法陣 所以玩起來會比較痛苦 你可能要搭配守護獸 會比較好用一點 那友情計劃是全敵鎖定雷射 EL 跟暴決志願斬 OK 目前現況的話 如果你4.2缺角 你沒有試過的話 其實是可以帶他去的 那現況的話 我覺得就是 因為沒有魔法陣也是個致命傷 以現在的4.2牛棚陣來說 真的是缺角在用 再來的話 可能就是一些合作的球 因為牙人嘛 其實你看現在合作牙人一堆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有機會接到啦 我覺得是有機會 反正你只要對到牙人那個 2.5倍加超頻應該是蠻兇殘的 大概是這樣 登場吧 好 再來的話是 提泰尼亞 好好來看喔 反射聚能 妖精超砲擊 運氣護盾 這邊是給到了四反 封板船 反應轉 其中超反船跟反應轉 哈哈 這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這個暗離絕啊 一旦暗離絕又要被打了 又補角 一旦暗離絕到底惹到誰啊 我覺得他 真的很有機會變成這個 莫拉爾的這個既視感 搞不好之後就被嘲笑說這個是 離絕的莫拉爾 好那暗屬性耐性陣跟充能 還有反擊殺手欸 OK 反擊殺人吃到其實也不差 那充能就要去補足 不過以現在暗離的角色詞 其實他就是個妥協 因為現在暗離的 反射針卡到爆炸 就是太多牆角了 基本上 除非缺角 不然其實他換是蠻 順位是蠻後面的 要選他的話 條件的話 連擊條件也還好 那關暗離的話沒有什麼妖精啊 所以不好撞 然後S的部分是8加8 胡亂毆打 胡亂毆打算不錯啦 因為可以去黏這個糖衣 但是內關會有個問題是說 你的王一王三 如果沒有把小怪打死的話 就是即使打死其實 你黏上去被層數又下降 其實會有點虧啦 所以這個用下去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但是有些版他這個 胡亂毆打 確實可以增加這個 黏的層數齁 只是用起來會 可能還是比較小一個字 但是其實這個也就是蠻矛盾的事情 好 那友情技是暴絕土襲跟防友體的 土襲的話我一直覺得都 蠻還好的 說實話 所以這次主要也是一個上修啦 那按理覺 如果真的缺角到爆炸是可以拿他去做使用的 但就是缺角化齁 好 再來就是這週的好運怪物了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怪物彈珠的情報啦 這次五等分星娘居然一次出五隻六星 這算是我沒有想到的事情 蠻意外的 我必須講 那最後呢 就祝各位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這個老婆啦 祝各位都能抽到自己心外的這個老婆 希望我可以抽到四月或五月 我會很開心的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這部影片 那後續的五等分星娘的影片 我會再緩慢更新啦 因為這次量是比較大 因為我現在平時是比較忙一點的 所以上面的時間都會比較晚一點 不好意思 好以上謝謝大家 我是喜人那希望這部影片呢 可以按個讚 謝謝大家 掰掰